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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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的本质是物理 物理的本质迄今为止是研究到了热力学的三大定律 如果没有热力学的三大定律之前 物理学一样苍白无力 因为当任何一个自然的学科 它的所有定律不能用数据语言去阐述的时候 它的理念是不能过必去传递的 生物现在恰恰走到了这样一个很尴尬的阶段 它的发现很多 它的定律很少 从1859年达尔文写下了那本著名的物种起源之后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 我们尽量去找到什么是生物学第一定律 我们可不可能像门戒列夫 发现化学周期表那样 去找到一个生物周期表 我们尝试地测一个又一个的物种 华大基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努力去寻找 但我们慢慢地觉得物理的弦论 博家的源起性空 开始慢慢在某一个点上走向了融合 毛主席讲 人缘相依别 只几个石头不能够过 你知道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剪辑的差别 我讲的那三十一张普贵牌 人和人之间其实只相差万分之三到七 我们跟猩猩的差别 百分之一 我们跟猪的差别 百分之二 我们跟狗的差别 老鼠的差别 也都是在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水平 这能证明进化论是错的吗 这是有多么大的同源性 但是有一句话 如果听了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请不要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 我们标准的说法是 人和猴子有共同进化的共同祖先 这是进化论的根本 并不是说今天的猴子会变成人 这是大家问 那动物园里的猴子为什么不变成人 因为我们是分支独立计划 这是第一个中国人的进度 全世界在上个世纪 一个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我们叫它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它真正地把智能方程变成了实际 结束了二战 带动了核能 第二件事情 我们称之为是阿波罗登月计划 在1969年 美苏两个地方把月球先自天后 把宇宙飞船送上了天 变成了我们今天拿着手机 人人手上都有的GPS 最后一件事情是收物的 前两件事物理的 是在1990年开始 从老布什到克林顿 一直传了这么多年 耗自六个国家 13个中心 30亿美金做了13年 一直到2003年 全世界所有的人 解密了第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 第一个黄种人的基因组 是在深圳 是华大基因在2007年开始完成的 做完之后 我们就特别想问 既然人和人的基因区 只有这万分之几的差别 那么这点差别到底有多大 其实还是蛮大的 简单地查了一下 这31张铺子牌里面 有300万张不一样 有7000多个序列 有微小的差别 有2672个结构变异 我说一点 大家更听得懂的 流感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 所有的禽流感 或者甲型流感 会比普通的流感 对于黄种人的愈后更强 或者说黄种人 大概是比较适应流感 有一种推测说 我们跟基因一起 生活了5000年了 我们是一种 很好的协同进化 但是在白种人当中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都会把流感病毒 当成埃博拉登格勒一样的病毒 因为他们愈后会很差 反观SARS SARS对黄种人的致死率 似乎在那里面非常地高 这固然有医疗条件的区别 但也有人怀疑 SARS到底可不可能 是某一种生物导弹 后来证明不是 它来自于蝙蝠 它来自于我们 对热带语音的砍伐 把一些远古的病毒 传到蝙蝠上 蝙蝠传到果子里上 然后我们用果子里去打火锅 使得这个病毒 突破了中间屏障 然后开始让我们感染了 这种SARS变异 就是灌状病毒的变异株 所以当任何一个 进口的一个药品 如果能进到中国来的时候 它肯定要在这个国家 用黄素人的数据 去做一轮相关的 我们叫 Clinical Tril 临床实验 有一个药叫Eresa 非常有名的一个药 它可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而且有非常高的疗效 特别是可以 把阶菌中晚期的 这部分肺癌患者 如果它的基因是match的话 它们的有效性高达60%以上 有些患者可以直接痊愈 那是癌症 但是它马上给出了 它的一个适应症 它最适合的人群是谁呢 不是白种人 尽管这个药是白种人研究出来的 它最适合的人群是 东方那些从来没有抽过烟的女性 这说明它们的EGF2 表皮生长因此 受体这个菌 仍然保持野生性 另外一个提示大家 不要少 不要抽烟 要少抽烟 每当你抽一个烟 就会产生2到15个突变 这个突变一直累积 我们就能产生第一个癌细胞 所以为了健康 为了环境 为了PM2.5 同志们戒烟吧 这张图是前段时间在优酷上 非常流行的一张图 你以什么样的健康来选择你人生的最后十年 可以是这种非常幸福 也可以是在ICU病症里面花很长的时间去死 你知道死得慢是最痛苦的 我们希望的是活得长而死得快 死得安享 我想说的一个喜剧是我们 就是华大基因的一个员工 他们都是广东的人 他们两个人都是重症地贫的携带者 他们俩有了一个宝宝 这个宝宝 我们通过取妈妈的血来判断 这个孩子大概是有四分之一的几率 或者更高会产生重症地贫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再做一点确证 如果有问题的话 建议还是终止人臣 当然这个选择权始终是在妈妈 你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后来我们做了确证 我们取了流产组织来确证 如果生出来这个孩子 的确就是一个重症的地贫 你知道在广州地区地贫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地贫的携带率就高到10% 自从我们取消了强制婚减 这几年在部分地区的地贫 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有7%的孩子 每年以6万个孩子的宿主 重症地贫 重症地贫就是说 它的血细胞不能很好地保持 自己的完整性 不断地去分裂 然后它生出来就要输血 输到二十几岁 基本上家也没了 家也破了 孩子也没了 这是很悲惨的 那大家如果从计划论的角度讲 为什么会有地贫呢 因为当年这个地方闹疟疾 你得了疟疾的 如果你有轻型地贫的人 疟疾是很难在你那里去生长的 所以在疟疾肆虐和地贫致死之间 两害相横取其轻 我选择得地贫 可是今天已经没有蚊子了 所以你的地贫就变成了一个 很不利于在今天这个人群中 可以被留下的形状 这也是我们不想看的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技术 我们把它给终止掉 这是一段 我看来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喜剧 在讲一个悲剧 悲剧那个故事就真的有点唏嘘 这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 接下来的一个老板 他做得非常好 第二天公司就要IPO上市了 前一天做一个体检吧 在他的肝门胆管区 那个位置很便宜 肝胆之间 前后肋骨 造影的时候看不太清 告诉他 可能有一个肌肉 或者也不知道是良性 是恶性 第二天因为有事 所以他没有选择采取活剪 比如穿刺曲 没有 所以怎么办 那就用一个最保守的治疗 我们用射频 用热去打他一下 从打完之后 这个人经过了很长时间 各种这样的治疗 因为他开始出现了一些 类似于恶性肿瘤的症状 他有了化疗 放疗 干嘛糟 甚至到最后 可以再用披霜疗法 披霜是治疗 白血病可能是有些效果 但在肝癌上 似乎没有这么治 他找到我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症 已经治疗了大概长达18个月 如果您有基本的 癌症常识的话 你知道当肝癌发现了尸体瘤 它的生存期 不会超过6个月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开始根本就不是肝 在做了全基因组 就是个人基因组的审查之后 我们发现 他携带了一种叫做 家族性多发性肝肉流基 也就是说 它的脏器上是容易长出吸肉的 假如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取活检来确证一下 我可能就会让 这个人的生命给它流存下来 好在它有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我都帮他们查清楚了 我会告诉他们 如果将来也有这样的问题 不妨去看一看 如果一个青春症 长在脸上没问题 大家为什么觉得 长到肝上就一定有问题 这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误区 这是我身边活生生的一个悲剧 这是我告诉你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能有一天 每个人会知道自己的基因 就相当于 我知道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一样的话 你的基因你应该知道 你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 不应该是医院和医生做主 而是你自己应该做主 这张图是汪剑和王石 在珠峰上拍的 他们两个人爬到了珠峰上面 华大有一个登山队 所以大家看我的这种打扮 我们也是比较提倡于 一个运动文化的 我们反对穿西服 尤其禁止把领带 因为谁说西装领带 就一定是正装的代表 你穿糖装 穿中山装 甚至不穿衣服 都代表创新 他们在爬山的时候 遇到了很悲催的蔑视 因为他们的设备 都是西藏人 当地人帮的拉上去了 人家几乎什么也都不带 稍微一保暖 拎着这个看看 哼着小小伙伴 这些人在那边拿个稿 一对绑着绳子 为什么同样是 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差别 后来我们就带着真空柴血管 上了青藏高原 每个一千米抽一管血 每个一千米抽一管血 对一也跟上去了 做了五十个藏民 五十个汉民 发现这是人类基 历史上已知 筛选的最快的一个基因 三千五百年的时间 找到了一个登山基因 叫做一帕斯万 决定了血氧保护度 大家说糖尿病是基因决定的吗 No 更多的是环境决定 一个基因三千五百年才知道 七零年以前 中国几乎没有糖尿病 现在糖尿病 餐前血糖偏高 达到了百分之十几 说明我们吃饱得太快了 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来不及 去适应这么高的血糖收入 从1900年到现在 每个人一年摄取的糖 高了四倍 不光是我们糖高 峨眉山的猴子都糖尿病 我们以前说 瘦猴瘦猴 你们看看峨眉山的猴子 哇 胖猴 当你拿着野料 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 它不会抢矿泉水的 它会抢鲜成多可乐 因为糖和盐 是生物中在自然界 比较少找到了 大家反思一下 我相信这个疾病 慢慢还没有 当然有一天 大家真的没办法 那我相信 也可能最后剩下的 都是极其耐受血糖 因为人类也在不停地演化 不是进化 而是演化 熊猫 地球上有八种或九种熊 从北极熊到马来熊 只有这种熊 它不吃肉 为啥 我们后来查了一下 它丢了一个鸡 taste by R1 这个鸡是决定吃肉的鲜味的 所以熊猫觉得 吃肉太麻烦了吧 我还得去咬这个 弄那个 尽管对我的牙齿好 可是对我的身体很累 可能就被困在了 在那个西南的地区 它们四处去拱 最后发现竹的也可以 在这个国人中 它们吃了很多 能够帮助它消化纤维素的菌群 所以熊猫吃竹子 主要是来自于菌群 烤拉和熊猫都一样 它们的菌群 就得有很大的帮助 小烤拉生出来 就要吃妈妈的粪便 不然它是不能消化 安属业的 而熊猫 则因为这个 它也不怎么主动去吃肉了 当然你给吃肉 它是吃的 因为这是食肉木 熊科的 基因决定 这个人叫周周 中国一年 有一千八百万的新生儿 中国的女人 太辛苦了 又要上班 又要生孩子 所以生孩子年龄 越来越往后 当妈妈的年龄往后 第一个孩子 如果雷患 唐氏综合症的几日 就直线上升 所谓唐氏综合症 是指人的 二十三条 人是体重的 第二十一条 变成了三根 正常只是两根 为什么是三根 因为妈妈老了 她的卵子在 做减数分裂的时候 没分开 来自妈妈的两根 和爸爸的一根 结合在一起了 这种孩子能生出来 其他褶色体 如果是三体的话 生不出来 直接流产掉了 二十一块褶色体 是最小的褶色体 所以它能被生出来 那么以前 如果有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要做一个 比较可怕的手术 叫做羊水穿刺 就用一根 直接那个尼斗 去插到子宫里 或者是 怎么去取羊水 很多人不爱做 因为会引起 宫内齐胎 宫内感染 甚至直接流产 还有些人 吓就吓得受不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 只抽妈妈的血 就知道孩子的情况吗 Yes 技术发明可以 全世界已经找到了 这样的技术 利用更高先进的 测序技术 我们直接从妈妈的血里面 去寻找孩子的游离DNA 来判断这个孩子 Yes or No 全世界已经做了 五十几万里 华大贡献了其中的一爸 我们每一年 都能够救掉 一千多个孩子 或者让至少一万个孩子 一万个孩子的妈妈 少受了那羊水穿刺的一根 大家说 我们可不可能不得癌症 我们要从 其他的动物去问你们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物 它叫做裸燕鼠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下鼠 这个老鼠 从最开始抓着它 养的实验室 已经三十多年了 它一点衰老的迹象都没有 地上鼠 比如小鼠 大鼠 通常也就是三到五年的收入 这个东西已经活了三十几年了 它的一个近亲叫做蓝燕鼠 也三十几年了 它们不得癌症 它会产生大量的透明脂酸 它的体细胞的密度非常的低 至于在遇到 第一个癌细胞的时候 它就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接触 抑制现象 它有两层基因去保护它 蛮有意思的 所以假定人类是世界的中心 是错误的 所有哺乳动物的寿命 都是性成熟的五到七倍 那么算的话 人类的确应该是活到一百岁以上 中国人的肯定寿命是七十三岁 我们更被催的是 我们把所有的医疗经费 都花在了最后一年的最后八个月 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就是医学 在上个世纪的医学 被称为增长最快的失败产业 它的作用并不是治好你 而是让你这辈子带药生存 这是药厂的摩托医学 这肯定是个很evil的 一个organization的心理 我们需要的是 大家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做主 需要去理解你的精英 需要去明白你所处的环境 学会控制你的心情 得到适合你的营养 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运动 你的状态就一定会很好 我们唯一控制不了的 就只有PM2.5了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飞台 无寿想行尸深矣 无色声香味触法 比如说 你我本无姓 这个鱼叫伴华舌塔 是大家都知道的比目鱼 它的性别是可以变的 它在不停的温度可能就雄性 又过一个温度它可能就雌性 两栖类 爬行类 乌龟 青蛙 都可以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侏罗纪公园第一部 大家把恐龙扶制出来的时候 只有公恐龙啊 可是它们却可以繁殖后代 这是因为在这个群体当中 如果真的就没有雌性了 这个恐龙就自然就会变 蛮有意思 OK 再看这 这个东西叫海蜗牛 也是最近发现的 大家说 以前地球上所有的能量 都来自于太阳 只不过太阳先给到植物 植物叫自养 然后动物们去吃了植物 开始变成异样 但是这种动物 它这一辈子只要吃一次海藻 它的体内就产生了叶绿体 大家说这个叶绿体 它不就是把叶绿体给吃进去了吗 这么大的一个细胞器 居然没有被降紧 还有完成光合作用 需要一千个基因 叶绿体上只有一百个基因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基因 必须在这个物种的核 染色体上 那就是证明 它跟这种植物本身是有关系的 这是动物还是植物 不知道 让我们后人继续去研究 在生命当中 唯一没有例外的就是例外 所以不管怎么讲 大家要非常审慎地 非常虔诚地 怀有敬意地去面对我们的自然 因为不管怎么讲 人本主义是最错的 特别是我们搞生物 这是我要讲的 可能今天最后一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不光是有爹妈给的 那一对受精卵的DNA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未尝道里面 有你整个爹妈给的 一百倍的DNA 一个一百斤的人 体内有四斤的细菌 这一四个斤的细菌 组成超过一千种 但是风度不一样 有的人这个多 有的人那个多 有些女孩说 我把这四斤菌捡了 我不就清了四斤吗 你捡不下去的 那个你死了它都在 它会比你死得更晚一点 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把人类的菌群 像血型一样 给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长型 说白点有干吃不放性 有喝凉水都长肉性 有吃什么都肚子疼性 所以减肥是调菌群 还是直接像食物呢 在05年的一篇Nature文章 外国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试验 两只老鼠 一只特胖一只特瘦 什么都没干 对掉菌群 过几个月 胖老鼠变瘦 瘦老鼠变胖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取一点大便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糖尿病到底在什么程度 因为糖尿病人的菌群 和重量人不一样 再进一步推演 在北京医院 有一位老大夫 他推一种 黄莲加十倍的一个中药房子 能单纯治一种 特别食热的体质的病 黄莲加大十倍 这么大寒的一个东西下去 这些人病会好 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体质 归接到菌群 我觉得 对于未成道菌群的研究 跟中医的体质 有一种莫大的联系 这也是会是将来 中医会得到的希望 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还是人家尊重了 这里边有好多的菌群 会留下无情无尽的秘密 这些都有带来 我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去研究 基因基因 到底决定什么 头发什么颜色 眼皮是淡是霜 中指和无名指哪个肠 喝牛奶会不会拉肚子 能不能喝酒 你会不会天旋地转 你能不能加急速跑 能不能爬山 基因决定了 还有好多是基因决定不了的 是共同要去考虑我的环境 我的饮食 我的睡眠 以及我的军群的 所以我这一刻 想让我自己维护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请让你自己 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有的时候你想吃海鲜了 不是你想吃 是你肚子里的菌群想吃 你从小就吃海鲜 去问你的菌群 海鲜是它的培养机 它代谢的次郎代谢产物 是你的食粮 大家明白了吗 它想吃的时候 会释放内肚子告诉你 我要吃海鲜 所以 军群是人体的内环境 它给人体的互作 会描绘出一个 我们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 全新的医学和健康的未来 但是 我们在使用任何科技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科技再发达 我们能去研究的东西 始终只不过是 万千大千世界的 一个小小投射的阴影而已 当你的已知圈越大 你的未知圈就越大 所以 不管怎么讲 转机也好 科隆也罢 我们在使用这些科技的时候 首先应该怀有 千功和敬畏之心 去铭记人性之本 假如大家能记住这一点 这样是五分钟 感谢大家 跟我一起相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